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向推友们想建议四句话 第一个,在我们中国的《易经》里面所说的金木水火土 基本上在这儿全全化了 水代表着爱情 火代表着一个人的个性 也就是说你的天生 那么大地就是你的家庭,也就是你的母亲 上天呢,也就是金,也就是说你的理想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特别想跟推友们说 推友们,我特别想念你们 因为今天是个很特别的日子 今天一天来,我所有推特上讲的都是刘小波先生 刘小波先生所有今天的遭遇 之所以我今天不能说话 就是因为我说的太多了,我怕伤害到他 还有我知道的真相,我实在不能说出来 大家都知道,刘小波先生是谁抓的,是国安抓的 刘小波先生是国安处理的 是政法委处理的 他是我们中国人的耻辱 对刘小波先生这个家人和他下这样的毒手 他是我们中国人的耻辱 全世界人民给了我们一个中国人诺贝尔和平奖 竟然是让他落得主死下场 这个结局和这个下场早在几年前都已经设计好了 只是在什么时候需要的时候 什么时间才让他出来 可是我们所有的大家都在为他哭泣 都在为他悲痛 实际上今天的结果是必然的 没有什么大家可以大惊小怪的 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今天要发生 谁能又说不知道呢 你明知道今天的发生 可是你却等待着 我们什么都没有做 我们就是talk 从来没有行动 这就是我所说的 没有行动的任何的承诺 都是欺骗 任何的千言万语 不如一个行动 所以今天我在此时此刻 非常之痛苦 因为大家都预知道的悲剧 它终于发生了 一个个的发生 彭明 李明 徐明 雷扬 今天轮到了今天 我们最伟大的刘晓波先生 我们伟大的所有的民运 和各方的局级人士 都为今天应该思考一下 我们应该做什么 我们曾经做了什么 我们应该学到什么 思考什么 就像这火一样 我们如果把这个火的力量 借势的话 这个火能烧开所有的一切 毁掉一切 同样也会带着生存 和生活和生命 所以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水和火 上天和大地 但是 我们大家 有多少人去做吗 说的太多了 这就是我文贵说的 说一万遍 不如执行 不如行动 这就是我文贵所要讲的 最后啊 我想向推手说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文贵 会用实际行动 证明给你们 我们现在的中国人 和过去不一样了 我们现在的中国人 不会都在像猪狗一样活上 任你摆布 捂住眼睛 捂住耳朵 闭上嘴 我们要活得有尊严 我们要活得安全 让我们的家人 让我们的所有人 都不要再变成刘晓哥 这就是今天文贵和推友 今天在这一天特别的日子里 在这个特别的地方 在特别的环境里边 喝着这样的茅台 我希望有一天茅台的背后 不是这个龙 他是刘晓波 记住这个话 他是刘晓波 不但是这个龙 谢谢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